有人在绝望中放弃 有人在绝望中坚持 加油呗 我说肯定能挺过去 命运也许无法给予眷顾 但爱却能生出希望 求子七年终于怀上双胞胎 你确实比较少见 年轻人儿里边的比较少见 然而孩子的出生 带给他们的 却不是惊喜 手术当中每一个过程 都能出现问题 一开打出去 让他把务头彻底地 把他批断掉 四个顶级医生团队 近20名医生 长达七个小时复发手术 是否能打赢这场生命之战 我们今天刚刚的 我们能让他搭到没家 我们刚刚才能打赢这场生命之战 我们刚才能打赢这场生命之战 我们刚才能打赢这场生命之战 就是国际性的最难可抵 2011年12月 智利的一家医院将连体女英姐妹分开 试图让他们各自活下去 然而 术后第一天 其中一名女英 就因器官功能衰竭 不幸去世 相比之下 来自伊朗的头颅相连的姐妹 拉丹和拉雷 共同生长了28年后 中英个性不一 选择了分离 28名神经外科专家 100多名医学助手 马拉松式的团队接力 代号为希望的手术开始了 手术第52小时时 两人的头部终于分离完毕 由于巨大的失血量 姐妹俩生命体征极不稳定 随后不久 脑部大量出血 依然难以阻止 外向剑谈志向做律师的姐姐拉丹 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半小时后 喜欢安静 想做记者的妹妹拉雷 也离开了人世 至此 手术 你悲壮的黑色巨号重量 连体婴儿的分离 成活几率到底有多大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 专门做了一组数据调查 手术后 只有35%的连体婴 可以活到一天 整体生存率 只有5%到25% 而这就是江西这对小姐妹 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命运 这是孩子该吃药的时间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两个小家伙都会哭闹 对于初为父母的曾北京和陈彦平来说 照顾两个连体婴儿 显然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就有一个生纶感 альных 保证 我们在医院往 una 看到什么 以前那时候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他说 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眼下两个小家伙是臀部相连 远离主要脏器 即便不做这个手术 也不会危及生命 而一旦进入手术环节 这对江西小姐妹 就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冒险 我觉得他们两个受不了 母亲的坚定和对医院的信任 让这一台手术势在必行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虽然曾经有过连体婴成功分离的案例 但是对于这样臀部相连的情况 他们也没有太多经验 在经验丰富的医院 两个人还不困以后 就是又是一号张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碰到过敌尾部脸 我们都是胸腹连体的一些脸 从外观上抗拒 姐妹俩只是臀部相连 共用一个肛门 而在皮肤之下 紧重了血管神经等的粘连情况 都需要再进一步地检查确诊 然而这个看上去最麻烦的事情 并不是最让医生们纠结的 因为接下来 对连体婴婴的体内检查 让医生们都皱起了眉头 唯一比较难的就是 一个是最后查出来是一个脊柱相连 脊柱相连 那么这个过程中间 以往查纹线呢 最多死亡就是在皮脊柱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脑肌会漏 漏了以后呢 会容易化弄性脑梅炎 所以以往有过一例报道 两个人术后都发生脑结漏 就是你皮肤长好了 但是脑机水一直往外漏 漏了以后有一个人脑面死掉 为了顺命进行手术 当天下午 医院集合了所有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 进行了术前最后一次全院会诊 将手术中的每一个步骤 甚至时间节点都再次论证一遍 8点半那么就 你们把这一大概多少时间 四分钟就等于是一个人只有 我要注意哪些问题 就是特殊情况 然后先麻是 脊位是这样的 有了呀 那不是 那不是 对 我就三起来就嘛 后来可能这样降 就是 好 实际上里面那个洞就在这里 这个脊非常厚 我觉得把这个脊拉到皮肤上就沉了 在这一天的讨论会上 围绕手术的难点 大家再次发表各自的意见 首先 这两个宝宝从生下来就共用一个肛门 但是 两个婴儿分开后怎么办 你分的这个肛门给谁了 第二个难点在里 两个宝宝紧贴着的皮肤 如果从中间劈开 那么每个人都会缺一块皮肤 可是 从哪里移植这块缺损的皮肤呢 那个上腹部没借口 人家游泳一半 好有泪 第三个难度 也是最难最大的问题 两个婴儿的脊椎尾骨长在了一起 神经血管也在这里交织 况且 这里还藏着一根动脉 所以 我真的发现了一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咱们俩先下去 然后她妈妈来了 让她赶紧下来 我们大概要有 接近20个医生 我们把三个病房的手术都停掉了 三个病房最好的医生都掉起 最好的麻袖黑心 最好的手机都掉起 这个小孩的这种连接呢 比较少见 老板就这样 它就尾巴这里 尾鼓这里 它连在一起 每一个过程都可能出现问题 手术当中 麻醉可能会突然有意外的事情 一开打出去 手术以后 就是神经会感染了 那么会脑膜炎 会脑鸡肉 会肛门的功能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午8点15分 麻醉科的医生和护士就来接孩子了 来 经过了两个多日的准备 这对连体姐妹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 母亲陈彦平紧紧地跟在孩子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午8点45分 手术准备工作正式开始 麻醉是连体女婴首先要面对的一关 麻醉师要一个一个进行麻醉 但由于两个女婴的神经和血管都有沟通 所以麻醉没办法按照普通的比例进行 因为有可能麻醉剂会通过血管进入到另一个婴儿体内 因此麻醉师只能凭借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来一点点的尝试 甚至是一毫升一毫升的用药 曾北京夫妇在手术室门外焦急地等待 每一个过程都可能出现问题 手术当中麻醉可能会突然有意外的事情 一开打出去 此时的陈彦平夫妇并不知道 手术室内紧张的气氛 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当 因为他们盼这两个孩子已经盼了七年 七年前 陈彦平和丈夫曾北京在江西结婚 婚后两人生活甜蜜 但妻子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反应 然而平静地生活在某一天被打破了 一个巨大的惊喜在等着他 从这一刻开始 肚子里的小生命成为了夫妻俩最珍贵的宝贝 然而孩子穿生的一瞬间 就像晴天霹雳一般 让这个原本幸福的小家庭 一下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生出来那时候不是看了一眼吗 但是我没看清楚我也不知道脸在哪里 他说你看这两个是脸体 是脸平的 也不是真正的 但我就是遇见了 我说有什么是脸体 我去看了一眼 对我说你 会有什么是脸体 或是脸体 或是脸体 调查一下 终于在四十分钟后 这对小姐妹闯阔了麻醉的第一关 紧接着整形外科 神经外科 不外科的医生将人放上 他们需要按照预先设想的方案 将连体部分的皮肤皮革建立皮革 你要把那个盘子 5.6.5 5.5 要退签啊 我知道 好啊 好了 你也走 与此同时 等候在手术室的第三棒 神经外科主阵李浩 依然在和其他医生研究 到底如何劈开尾骨 这么下去 我就知道我从这么上面走 这么下去 两个麻尾骨 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我从这上面走 不会碰到 我从下面走 因为麻尾总是往下走 马上就上了 上午10点40分 神经外科的显微镜手术仪准备就绪 把显微镜装好以后就上了 一个是必须要从中线进行一个神经根的通移 靠锐性一点点做 就在神经外科刚要开始手术的时候 一个棘手的问题突然出现在医生们的面前 这个在尾锥部位突然冒出来的软骨 让大家多少有些紧张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在之前的臂钞中没有显现 虽然在手术前 对两姐妹囤围的尾骨做了3D打印模型 但是这种模型也只是骨头的模型 肌肉 血管 神经依然是未知的部分 手术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因为神经外科的手术都是最最精细的 稍不注意就可能会让患者瘫痪 小心给我 快点给我 快点给我 如果你看不到 我给你显微镜出去看 你就知道 最后几位主任就手术方案达成一致 确定好手术方案后 11点15分 底骨分离和神经分离手术正式开始 然后这次体血腔 我从这里断它 电动机我们就可以把它 神经给它断断 外科医生虽然操纵着最先进的仪器 依然是小心翼翼如铝薄饼 通开以后 大盒归大的小盒归小盒 我再把它两边再修复一起 此刻的手术室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静当只能听到真调的声音 手术已经进行了两个小时 连体女婴的尾锥成功分离 此时第四霸 领前手术的正身院长已经开始宣布 立即开始了分离 与两姐妹的对音部以及正常 他们要对两个婴儿的肠道 阴道以及肛门肌肉进行分离 让连体小姐妹能彻底分离 而这一关面临的难点 就是出现 这个血管因为特别在底尾部 有一根动脉 它会回缩 两边一拉 这个血管就缩到捧场 哎呦就找不到了 在那儿就出血了 婴儿的血管犹如头发丝般从心 手术的难度超乎想象 过程中稍有疏忽 出血严重 那么这对连体女婴将很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失 此时平平安安已经进入手术室快三个小时 依然没有任何消息从手术室内传出来 等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是焦虑 又经历了一个小时的奋战 外科医生将平平安安的直肠肛门肌肉神经底骨都剥离开了 这对出生就肌肤相连的姐妹 终于成功分离了 和您的支持 打赏 今天再 不用一个小时的角色 我会拍到这张猫 她们在我码头上上好 因为她们是比明平安安的 不安排地 太恐怖了 我还不是这么好 女人的角色 它们是参加长的 我还不是这么高话 在外科医生修补直肠肛门之后 下午1点50分 整形外科的医生 也开始了对姐妹俩臀部的皮绊进行修复 下午3点 姐姐平平率先做完手术 护士将平平的臀部拨号 以便皮肤和肌肉愈合 3点08分 妹妹安安也做完了手术 分离后的两姐妹 被即刻送往PICU进行监护 这时候 等候在手术室外边的曾北京夫妻 已经非常不安 因为手术时间比预计到 推迟了近一个小时 我们目前只能说手术比较顺利 手术到目前为止是比较成功的 至于后续的 比如说我们跟你讲了 是不是会有肺炎感染啊 稍后会有肺炎感染啊 以后会有肺炎感染啊 那在后面的三道五天啊 身体会有肺炎 我们还得很厉害观察 不管怎样分离手术算是成功完成 这让曾北京夫妻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是对于医生来说 孩子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能不能把呼吸机顺利的拔掉 那么这个手术这一关就过了 如果能过了手术关 过了术后监护关 然后再过了这个脑肌瘤漏和感染的关 我觉得就它传过来了 第二天曾北京夫妇第一时间来到了PSU 探望两个小宝贝 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看到完整而独立的两个双胞胎女 水梦中的萍萍和安安露出了甜甜的笑脸 以值得他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和坚持 让PICU医生的一番话 让这对夫妻俩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 后面的外科医生 但是小女呢 就是因为肺里面的还在 还是有点点胜出的 那么只能对症地处理 抗颜娠这一类的上学 然后等到她如果 这个只能后面观察看了 你现在还不能讲什么 因为昨天刚开到这么大一个大手术 对她打击也很大 明白吗 所以说要后面观察的 呼吸机呢 我们只慢慢慢慢地往下调参数 如果她能够自主呼吸了 那么我们会不会要呼吸机再绑掉呢 现在大女孩子呢 她因为昨天夜里也出查过了 影响功能也不好 我们也已经出过酒家了 很多时候过来 原来这对姐妹花 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 小女的呼吸机还没有绑掉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陈彦平显然没有思想准备 两个小生命 究竟能否顺利闯过ICU这关呢 陈彦平那个简单美好的愿望 能够实现吗 我希望她接近刚刚的 我们能够带她回家 啦 哪 sure 哎呦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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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监控中的女子名叫俊花 来自河北雄县 就在俊花怀孕第36州的一次必超检查中 医生意外发现 俊花肚中的宝宝患有10道裂孔扇 这是一种新生儿非常危重的先天性疾病 患病率是三千分之一到一万分之一 婴儿腹腔内脏器 可以通过食管裂孔进入到胸腔 压迫胸腔里的脏器 时间一长 很可能影响到婴儿的心肺功能 出现窒息 甚至是死亡 好了 北京天津 我的脚都重了 从县里到市里 又从市里到省慧石家庄 最后又斩闯到天津 阿虎陪着怀孕八个月的俊华 跑遍了各大医院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没人敢接下这台风险极高的手术 医生也挺为难的 他不是不收咱 他怕有危险 都不敢收咱 眼看十天后的预产期就要到了 俊华和阿虎的内心像火烧一样减 如果直接生产 孩子很可能在腹中就发生窒息 而宝宝如果不及时手术 也就意味着小生命一出生就要迎进死神的召唤 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 阿虎带着俊华来到北京妇产医院 到了这儿也就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章 除在崩溃边缘的夫妻俩 一下子没了方向 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去挂谁的好 在最绝望的时刻 骏花和阿虎在北京妇产医院遇到了我们生命源栏目的蹲点记者 希望我们能够给予帮助 这是一次生命的缘分 也将是一次生命的激励 主要是孩子 真是要人家有了什么事 先接受不了 为了挽救这条小生命 生命源记者在第一时间带着这对绝望的夫妻 找到了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主任范琳 那什么时候发现有这个问题啊 两周以前 两周才发现 都老大了 你现在不都38周了吗 还有救急 有腹腔里头的 连所有的小肠都上去了 这不公道 得知这个特殊的情况后 北京妇产医院在第一时间 为这对小夫妻开了绿色通道 接受了这个绝望的妈妈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医生 先是要救死伏伤 这是肯定的 他这么凶险的病 到你这了 你有什么理由给他推走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其他的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 我们只是医生 我们就是要救人 这是俊花怀的第二个宝宝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三年前 阿虎和俊花曾有过一个宝宝 是个女孩 长得也挺可爱的 挺白的 一想起他 他那样子我都能想起来 然而造化弄人 三年前的宝宝 一出生就发生了呼吸困难 尽管医护人员拼尽全力 但却始终查不出原因 最终因抢救无效 短短十九天就离开了人世 这个小生命的离开 让全家人悲痛不已 直到现在 仍是夫妻俩的心头痛 经过骨肉分离的痛 阿虎和俊花再也无法承受第二个孩子 走向同样的结局 然而命运还是和他们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 这么年轻老经历这种事情 我上辈子没做什么好事 此时俊花腹中的宝宝 胃已经上移到了胸腔里 肺脏功能受到严重危险 孩子必须在出生后马上进行手术 除此之外 孩子没有其他救治的可能 有一些希望我都得跑 我不放弃了 我真是有一点希望就不放弃了 钱咱可以耽误 我们还年轻了可以再挣 但要有个人不保护的希望去救他的话 那都是父母的罪 这儿通往幸福的路并不容易 住院后的第一天 让医生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胎儿的心率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和正常值相比明显偏慢 这说明 胎儿胸腔里的脏器很可能受到了压迫 如果不及时进行破工产 胎儿很有可能在腹中就出现窒息的危险 但是胎儿出来后的隔膳手术该谁做呢 情况紧急 生命园记者赶紧带着阿虎和俊花来到儿眼所 就把你的情况不能说一下 没问题就问了 幸运的是 一到病房楼板口 我们就碰到了形色匆匆 刚刚下手术的玛丽霜主任 玛丽霜主任 玛丽霜你好 本来是愿意治疗的 我们就尽全力 这不是考虑隔膳食管裂孔扇吗 如果要是隔膳的话可能就会憋得厉害 那一哭一惊气以后把那个肺就挤着 它就喘不过气来了 如果是食管裂孔扇呢 就是不能吃东西 腔了以后肺炎那可能就直吸引了 隔着两层肚皮现在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个 有着多年经验的玛丽霜主任 非常清楚这台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但她还是没有犹豫地接下了这台手术 她决定为了这个小生命做最后一波 这个宝宝对他们来说呢 应该是非常非常珍惜的 到我这儿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帮助他们 去保住这个宝宝 怎么样感觉 感觉还行 有的时候老是一百亿左右 兼顾特别不好 就像是一位似的 你说要减速对啊还特别多 做两次都是那样 所以我又怕你孩子有事 好躺下躺下咱们再看看孩子啊 明天就要手术了 这让夫妻俩喜忧参半 高兴的是 盼了五年的宝宝 马上就要见面了 担心的是 宝宝能平安地来到人间吗 她幼小的生命 能经得住这场高风险的手术吗 他们不敢去想那最坏的结果 更无法承受再一次的失去 更无法承受再一次的失去 这担心的就是有 附带着别的病 那种感觉真是不好说呀 别人老说不是生活都得经历磨难吗 磨难过去的都是 就是后边都是好的 宝宝呀 都给你连名字取好了 就撞着 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你要跟爸一样 坚强 勇敢 动 最重要的 就是健健康康的 媳妇也要坚持 一定能挺过来的 上午 菌花就要进行泼工产手术了 菌花的婆婆特地从老家赶了过来 一到医院才知道孩子的危险情况 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他们打电话 跟鬼妞都通话 他们都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真接受不了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菌花肚子里的宝宝到底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没有人能知道 一切都只有等待 就是担心孩子这种和善嘛 它主要就是影响到孩子的新功能 对不来 哭了以后呢就是怕他不哭 怕他缺咬 发生灰酒迫不合征 刘净花之族 对 那你就把这些都填好了 你那边不好弄 不放弃 妈 你去吃 儿子 小儿子 妈 我给你吃 点不放弃 我咱们给你吃 我来吃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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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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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